大家好,我叫王勝宏 我是這個三點到四點鐘的演講者 我想跟各位聊一個還算蠻古老的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美感經驗 但是我可能不會用非常學術的方式來談這個概念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般人不管是看藝術作品 又或者是這個面對大自然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的一種經驗 所以我其實會從一個個人的私人經驗出發來聊這件事情 我帶了一點圖片 因為我想說還是要稍微有一些圖片給各位看 會比較清楚 這是一張湖水的照片 這個其實是我度蜜月的時候拍的一張照片 這個湖水是在紐西蘭 紐西蘭很靠近皇后鎮的地方 它有一個這樣子的景色 那我到那個地方就坐遊覽車嘛 下遊覽車的時候就其實 可能應該是因為度蜜月所以心情非常開心 所以我一下下車的那一瞬間就被一整片 就是寬闊無邊的湖水的藍給震懾住 那個藍我幾乎當場完全沒有辦法用任何言語去描述那個藍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子的藍 我事後回想我只能說那個藍是一種 就是仿佛那個藍深邃到它就可以燒進你的視網膜裡頭的一種藍 那個藍知道今天我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找不到任何確切或是適當的詞語來描述這種藍色 這個是我當時看到的景象 就是雖然它是湖水 可是在我當時的那個觀看經驗裡頭 它幾乎像是火焰一般的燒進了我的視網膜裡頭 那我想也許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 就是在面對自然世界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子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經驗 不管我們說這個面對這樣子的自然 我們感受到的是那個自然美 又或者譬如說在藝術世界裡頭 在展覽空間裡頭 在我們看電影 又或者是這個看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種藝術經驗 就一個非常非常深刻的經驗 喚起我們的美感經驗 那我想跟各位談的就是美感經驗的問題 但在我正式談美感經驗之前 想跟各位聊聊一部很舊的電影 這部電影叫做《刺激1995》 其實那個台灣的翻譯非常的爛 它其實翻得不太恰當 這是史蒂芬金的一本很著名的小說 原來的那個小說名字叫做《殺寶救暑》 那我一般會跟人聊美感經驗的時候 我很常從這個電影出發 我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小說它在講一個故事是一個非常有錢 然後學士非常淵博的銀行家 那有一天晚上他們家就是遭到小偷的入侵 然後這個小偷因為被這個銀行家的妻子給發現了 所以就是臨時起義就把他的這個美麗的妻子給殺死了 那這個銀行家他剛好是在趕回家的這個路途上發現了這件事情 可是就因錯陽差 他就被警方誤認為就是銀行家他自己下手把自己的妻子給殺了 所以他等於是冤獄的關係 所以浪當入獄 就到了這個殺寶這個監獄裡頭 那個英文原名叫做《殺寶的救贖》 其實講的就是這個銀行家 由提姆羅賓斯所演的這個角色 他的自我救贖的心路歷程 那因為他是犯了殺人罪 雖然是冤獄犯了殺人罪 到被關到監獄裡頭 可是因為這個服刑的時期太長太長了 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所有的監獄 尤其是這些無期徒刑的犯人 他們都一定得想盡辦法在這個漫漫長日裡頭找到事情做 那這個銀行家他最後想到能夠讓自己在這個痛苦的牢獄生活裡頭 存活下來的唯一的救贖就是他想到 那我試著開始幫自己找點事情做 所以他開始寫信 開始寫信給周邊的社區 乃至於附近的這個大學寫信 要求說希望在這個監獄裡頭辦一個圖書室 辦一個圖書館 那是不是可以請周邊的這些社群的人們寄一些他們不要的二手書來 讓這個監獄裡頭的犯人在休閒的時間的時候可以有一些賢書看 然後他一開始寫信的時候沒有人要理他 但是寫寫寫寫到最後連這個州長 就是他寫信到州長的信項裡頭 連州長都受不了了 就是覺得這個犯人實在是太盧了 一直盧的不斷希望看書 所以最後就撥了一筆小小的款項寄給這個監獄 然後寄了一批書到這個沙寶監獄裡頭來 所以這個提姆羅賓斯他就很開心 就是收到第一批從這個外面寄來的書 然後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場景就是在這個電影裡頭有個場景 就是提姆羅賓斯他在翻這些這個州長寄來的書信的時候 意外發現有一箱黑膠唱片 然後在這個黑膠唱片裡頭 他找到了一個唱片是莫扎特的《費加洛婚禮》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學士非常淵薄的人 所以他當然蠻懂得欣賞古典音樂 所以他當下就把這個音樂放出來 因為他是這個在監獄期間是典獄長 非常非常信任的一個犯人 因為他是銀行家 所以他幫這個所有的獄竹跟監獄裡頭的這些行政人員們 就是幫他們等於是在監獄提供逃漏稅的服務 所以典獄長非常非常信任他 把他當作是這個幫手一樣留在身邊 所以他有一把鑰匙可以自由進出這個典獄長的辦公室 所以提姆羅賓斯他就在這個 典獄長的辦公室的那個唱片機上面放了《費加洛婚禮》 然後放著放著他聽音樂的那個當下 就是非常的enjoy 可是他突然臨時起義 他決定要把這個《費加洛婚禮》的這段音樂 用監獄的那個廣播器放到這個整個監獄 讓整個監獄的所有犯人都聽得到《費加洛婚禮》 然後那一幕就是提姆羅賓斯知道他這麼做一定會被關緊閉 因為這麼做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他就把典獄長的門上鎖 然後把這個《費加洛婚禮》的這個音樂放到最大 然後在那一刻就是所有的犯人突然間莫名其妙 就是建議突然播出了一段很優美的音樂 所有人都停下手邊的工作 然後抬頭往上看 就出現了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在那一瞬間所有人都被那個音樂的美給震懾住 然後停下了手邊的工作 那當然也有人可能是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想給各位聽一段這個音樂 好 好雖然那個 雖然錄音筆效果不太好 好 好 燈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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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放到這邊就好了 只是想描述一下這個場景 那個場景就是 這段優美的音樂一出來之後 全部人都嚇呆了 又或者是被這個突如其來莫名其妙的音樂給感動到 那在這一段電影場景裡頭 那個男配角是摩根菲里曼 摩根菲里曼 我覺得在那一段場景裡頭 摩根菲里曼他有一段旁白 因為這整個故事的旁白都是由摩根菲里曼講 然後他講了一段我覺得是 摩根菲里曼這個演員 從英以來我覺得他講過最棒的一段電影台詞跟旁白 我念一段這段旁白 就是永遠也別去揭穿他 我寧可想像 他們兩次在歌頌某種 美到無法用文字形容 讓人為之心碎的東西 然後他說 他們兩個人的歌聲 飛越過了獄中所有人膽敢夢想的程度 就好像隻漂亮的小鳥 飛進了我們這個擁擠的小牢籠裡 讓這些圍牆四壁都化為烏有 就只在那麼一瞬間 所有在沙堡監獄裡頭的人都獲得了自由 這個是史蒂芬金寫下的台詞 可是由摩根菲里曼 我們平常很常在一些科學頻道 或是一些節目 看到摩根菲里曼充滿理性知識的那種旁白的聲音 你可以想像摩根菲里曼用那樣子的一段語音 把這個台詞講出來 我覺得某程度上摩根菲里曼在表達的就是 音樂美到連城牆都化為烏有 即使在那一瞬間 可能絕大多數的這些座間飯客的犯人 他可能未必都懂古典音樂是什麼 可是在那一瞬間 至少就摩根菲里曼的這個台詞來說 他說那個美感經驗其實是美到超出語言之外 而且其實是所有人都能夠領略的一種美 好 那我想就從這個橋段出發來談談美感經驗 那在歷史上當然有一些人 譬如說有一些藝品家 他會用非常特殊的方式來談美感經驗跟藝術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在上個世紀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藝品人叫做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他曾經有一個非常強悍的 就是形式主義跟現代主義的一種美學理念 那他的那一套美學理念的核心就是在談這一種美感經驗 也就是說人應該有一種能力應該有一種美感經驗 這種美感經驗是僅僅關乎於不管是藝術作品 又或者是自然界的那個形式的美 就好像剛才摩根費里曼所說的 就是人們僅僅關注的是那個歌聲那個旋律 那個兩位義大利女齡所唱出來的那個音樂的美 而不會去管說到底那段歌詞唱的是什麼 他在講的是愛情故事呢 還是在講一個人傷心落淚的 比如說失戀的這個心情 就是其實重點都不是那些歌詞的內容 而是那個音樂的形式的美就足以 就是讓人覺得心靈充滿 那這個格林伯格他在談的就是說 應該有一種人類的經驗是無關乎厲害的 他是disinterest的 他是只在乎形式 而比較不在乎內容到底是什麼的 然後他用這樣子來定義現代繪畫 他說現代繪畫本質上應該要是一種 追求這種純粹的美感經驗的一種美學 以這樣子的美學為核心 那當然格林伯格的這套說法 其實是引起滿多爭議的 因為某個程度上他其實是一種 非常非常把藝術裡頭的形式 跟內容切分開來的一種說法 所以當然後續其實引起了滿多的論真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對他 他進行各式各樣的補充或者是修正 但我比較不想把這個討論 就是完完全全聚焦在格林伯格的評論上 我想要再用另外一個例子 來拓寬關於美感經驗的討論 我想聊這一部漫畫作品 這一部漫畫作品是一部日本漫畫 叫做神之哪 那個哪是水滴的意思 所以有一些出版社就直接翻成神之水滴 我想透過這本漫畫來延伸這個美感經驗的整個討論 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部很有趣的漫畫 它是一個完完全全圍繞著到底人所擁有的藝術經驗 又或者我們一般所謂的很寬泛的藝術建賞 藝術建賞的能力到底跟我們人所擁有的 譬如說背景之事 人所擁有的感知的能力 它的想像力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部這樣子的漫畫 這部漫畫它的大綱是這樣 就是故事它是在描述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美酒評論家 這個美酒評論家他有兩個兒子 一個兒子是他的親生兒子 另外一個是私生子 那親生兒子就是這部漫畫的主角 然後另外一個兒子叫做遠風一青 是他的私生子是楊子 那這兩個兒子各自的性格都不一樣 楊子是一個擁有非常非常多 這個品評葡萄酒的專業知識的一個 一個新秀的評論家 那他所有一切對於葡萄酒的知識 都是靠自己的個人努力跟學習而來的 但這個封面上的正牌的兒子 正牌兒子他則是一個從小就跟在父親身邊耳濡目染 然後天生就擁有非常敏銳跟感性的能力 能夠品嘗出酒的味道 又或者是各種食物的細微的味道 很天才型的年輕人 那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 因為父親是一個世界知名的葡萄酒的品評家 他收藏了五千多瓶的 我忘記應該更多 就是上萬瓶的很高貴的葡萄酒 所以他有非常高貴的葡萄酒的收藏 然後這個價格也非常非常昂貴 所以等於是說 父親留下了一筆非常巨額的遺產 那就是這個遺產 父親最後決定說 他要用一個葡萄酒盲酒評測競賽的方式 來決定最後這個遺產要留給正牌的兒子 還是要留給養子 那所以這個故事就圍繞在 這兩個兒子要展開葡萄酒的品評的方式 來爭奪這個遺產 那父親的這個比賽的標準是 他依據他的這個對葡萄酒的專業知識 他選出了十二支他認為這世界上最棒的葡萄酒 那這葡萄酒被他稱為是十二個門徒 十二個使徒 以及在這個十二使徒之上最高的那一個 最厲害的一瓶葡萄酒 就叫做神之奶 也就是漫畫的名字 那父親他採取的方式是 他會為每一支葡萄酒都留下一段文字敘述 留下一段文字敘述 那這段文字敘述 由這段文字敘述來提示 他所認定的這個門徒的酒到底是哪一個 然後由這兩個兒子去猜測 到底父親指的是哪一瓶酒 然後最後用盲測的方式來決定勝負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在 第五門徒的那個故事 這個第五門徒的故事是一段 在漫畫的表現上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表現 這個父親他留下了一段這樣子的描述 是一段非常有文學性的描述 他描述的其實是一段爬山的經驗 一段爬山的經驗 所以這兩個兒子非常的困惑 所以我們要透過父親描述的這個爬山的經驗來想像 或試著揣曉父親所描述的那一個葡萄酒是什麼葡萄酒 我稍微念一段這段描述 這個父親他說 我現在駐足在孤高的山頂 這個是我即將描述的第五門徒的經驗 然後他說在這個孤高的山頂上 這一刻在我頭頂上除了天空 再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眼下的山峰 都像跪拜著般橫握著 俯蓋在岩石表面上的白鷹 像披上捐的長裙那樣發出柔華的光輝 所以父親開始描述他在爬山的途中所看到的各式樣的風景 其實是一段非常文學性的描述 然後他說眼淚突然湧上 為了找尋眼淚的意義 我回頭看向登頂的那個路途 雖然有著難以忍受的困難 但也同樣有著希望 更重要的是 我被一種像魔物一般的執著所困惑著 但是這個魔物一般的執著驅使我向山頂前進 所以兒子就很納悶 把山描述成像魔物一般 然後這個父親他繼續說 山頂的這個表情時刻變化著 有時帶著笑容 有時則是穩重 但也有時候像著狂暴的靈魂一樣 枝牙咧嘴著 但我不放棄 憑著靈想和希望 還有被這個靈魂所追隨的目標 我不斷地爬向山頂 然後其中一個兒子他就判斷說 這個指的應該不會是日本的富士山 所以他開始猜想 有可能其實是父親在爬其他地方的山頂時候 所留下來的技術 然後父親他繼續說 還差少許 還差少許 靈魂感到飢渴 彷彿在嘲笑除了聳立的山頂外 什麼也視而不見得我 山是巨大美麗而且沉默的東西 然後最後他說 到底經過了多少時間呢 等到我察覺的時候 我的手原來已經攀到了山頂 終於到達了 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無比的透明 然後在講完這一段技術的時候 漫畫家用了一段 一個兩頁跨頁的畫面 呈現父親所描述的這段畫 就是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無比的透明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漫畫家選擇用了一幅跨頁 然後沒有任何文字敘述的方式 呈現這個葡萄酒品品家的父親 他登上山邊 然後他說山無比遼闊 無比的透明的那一刻 讓他覺得幸福充滿的那一刻 然後他最後說 豐富冰冷和世界複雜的優雅 這山頂上的一切 通通都收容在這幸福的一刻裡頭 然後他把這一刻收藏在心裡 最後下山 這個就是父親他所留下來的 對於定五門徒的這一支葡萄酒的表述 然後我稍微這個破梗一下 所以最後這支定五門徒是一支白酒 是一支白酒 而不是一支紅酒 因為父親他說 這支酒就是他爬上山 以及感受到這個透明的這一整個登山的歷程 以及最後下山他所品嘗的那一杯葡萄酒 這杯葡萄酒是一杯 擁有相當多礦物質的成分 然後喝起來會非常冷烈 並不是那麼溫潤的一杯白酒 它是一支白酒 這支漫畫 這部漫畫我就講到這邊 但我想這邊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這個也是我們在思考美感經驗 又或者是在藝術範圍裡頭的美感經驗的時候 會碰到的一個關於到底美感經驗的 基本特質的一個核心爭議 這個核心爭議是這樣 這個核心爭議指的是 當我們在思考所謂的美感經驗 或是藝術經驗的時候 它到底是不是一種經驗決定論 我指的經驗決定論是說 我們所有的藝術經驗都跟一件事情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不管我們藝術的討論是哪一種討論 所有的藝術討論都不是純粹的概念演繹 因為所有的藝術討論總是向著某個對象的討論 換句話說 就是所有的討論都有一個明確的 甚至是具體的對象 不管那個對象指的是 譬如說一段爬山的經驗 又或者是一個漫畫的畫業的畫面 也就是說當我們討論藝術的時候 它最常處在的一個狀態是 我們總是對著某個事物的討論 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原因 那在這裡頭當我們討論所謂 面對藝術裡頭的經驗決定論的時候 指的就是說 所以藝術的經驗是一種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的經驗 它是一種一翻兩瞪眼的經驗 也就是說當我們不管是讀神之拿的這段漫畫 又或者是透過神之拿的漫畫 來理解這段漫畫的故事裡頭 它所要描述的那個葡萄酒 都牽涉到譬如說 你是不是擁有可能登山的經驗 又或者是你是不是有類似的飲葡萄酒的經驗 乃至於你是不是有相似的 親質大自然的經驗 而這些經驗會決定你對於這段漫畫 乃至於你對剛才這段這個葡萄酒評評價 它的文字敘述內容裡頭 你能夠擁有多少共鳴 這個是所謂經驗決定論的立場的看法 所以在這裡頭有一個類比的事情 可以被我們放在一起談 也就是說 藝術作品的品評跟體驗 某個程度上也許就像是 葡萄酒的品評跟體驗一樣 它建立在人們是否擁有相關的背景知識 以及它是否掌握了某些相對關鍵的 甚至是正確的感知模式 這個是經驗決定論所採取的立場 所以這兩者也就是相應的背景知識跟感知模式 也就決定了一個人 他能夠從作品當中感受到多少的訊息 也決定了他在這一段經驗當中 他究竟是不明就裡呢 還是非常清晰地捕捉了所有的細節 這個是經驗決定論的立場 可是這裡頭也帶出了第二個核心 跟美感經驗有關的提問 也就是說如果藝術作品的體驗 它總是牽涉到必須要具備特定的背景知識 又或者甚至其實是精確的感知模式的調節的話 那麼它是否就意味著 所有的複雜的知識系統 又或者是詮釋脈絡 是感受藝術作品的前提 如果沒有這些相應的前提的話 人其實就無法很豐富的 或者是很enjoy的感受眼前的藝術作品 這個是我們會碰到的一個非常核心的提問 也就是說換言之 越是在藝術上強調 你必須在鑑賞上擁有背足這些相應的知識 又或者你必須透過特定的學習 來獲得那種感知模式的話 那麼是不是就表示這樣子的一種藝術 它是一種有距離的藝術 又或者是說 我們把它講得更誇張更嚴重一點 表示說這種藝術 它恐怕是少數人乃至於少數的精英 能夠擁有的一種藝術 是難以親近的一種藝術 那當然這裡頭牽涉到一個很基本的 也就是藝術跟知識乃至於權力之間的關係 又或者我們把它簡單的說 它其實牽涉到的是藝術的accessibility的問題 也就是可親近性的問題 尤其是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在當代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預設 覺得說 相較於過去 確實我們可能對於某些藝術類型 我們可能會假設 它是掌握在少數的人 乃至於少數的權貴手中 那在當代 我們一般通常比較傾向相信 即使這些過去的知識 這些過去的藝術是掌握在少數權貴裡頭 它是鎖在貴族的收藏庫 或者是他們的典藏庫裡頭 乃至於所謂的博物館 小型的博物館裡頭 但是今天 在所謂的公立美術館裡頭 又或者是一般的博物館裡頭 這些東西都已經向一般民眾開放 然後我們也都比較傾向相信 只要這些東西向民眾開放 既往舊時代的文物 乃至於舊時代的藝術作品 可以向一般民眾開放 那麼我們都某層上 可以透過適當的學習跟理解 來接近這些藝術 也就是說 這裡頭存在一個很基本的信念 我們假設 其實所有人都有權利接觸任何藝術作品 也都有機會透過適當的教育跟引導 來掌握特定的見賞模式 掌握接觸特定藝術作品的那一種 必要的感知模式 但這一個基本預設 我稍後會用兩種 兩種關於美感經驗截然不同的面向 來擴充討論 先回到神之拿 神之拿裡頭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它採取了一個非常平民的態度 譬如說神之拿後來有拍成日劇版 它有拍成日劇的連續劇版本 那在日劇的連續劇版本 在這個故事的結尾其實有公佈了最後 這個美酒評論家 它所認定的那一瓶 這個最終極的神之拿 那一瓶酒 這個酒莊的名字是什麼 那很有趣的就是 在日劇播完的那一刻之後 這一支這個法國的這個 某個小小的酒莊所釀出來的酒 那個價格就立刻上漲 就立刻上漲 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漫畫跟紅酒的 一個很特別的這個紅酒經濟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其實最後被選出來 是這個神之拿的這一瓶酒 它是一個非常小的酒莊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酒莊的老闆 他所釀出來的酒 其實那一支酒 就是賣到市面上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15歐元 然後在日劇播完結束之後 漲價是漲到18歐 所以其實折合台幣大概是760塊左右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你走進便利超商就買得到的一瓶酒 它並不是一個可能上萬歐元 可能折合台幣要幾千萬的那種名貴的紅酒 而是一個一般人 可能花一千塊以下就買得到的一瓶酒 所以某個程度上 然後這個漫畫它最後所彰顯的精神 其實可能是 雖然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不斷的暗示了也許葡萄酒的品評 它就跟藝術鑑賞一樣 它是一個需要特定知識 又或者是需要不斷學習 才能夠領略的一個很特別的文化領域 但是最後它給的答案是一個非常平民化的答案 就是那個終點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階級化的終點 而是一個任何人都能夠接觸到的終點 所以我想從這一點回到那個 剛才我前面提的藝術的可親近性的問題 乃至於這個美感判斷的問題 也就是它作為一部 其實是面向大眾的讀物 也就是所謂的漫畫 其實它最後還是回歸了一個非常普羅大眾的一種基本精神 也就是我剛才前面強調的那個基本精神 就是我們到當代某個程度上都預設說 其實藝術作品其實是向所有人開放的 這個assessibility其實是 那個門檻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這裡頭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誤解 就是這個誤解是一旦談到藝術的可親近性 有些人他會開始設想說 那是不是表示說我們可以假想 其實存在有一種藝術 它是不需要仰賴特定知識的體系 又或者是詮釋脈絡 就可以輕易接近的藝術 又或者更簡單的說 其實存在某一種不太需要做功課的藝術 一種不需要花太多腦袋的藝術 又或者一種懶人的藝術 或許確實可能存在這樣的藝術 但是我比較傾向把它解釋成 人們會有這樣的期待 其實是期待是不是有一種藝術 它其實是只需要在潛移默化的過程當中 只要在喜而不察的一般的日常生活當中 就可以領略就可以理解的藝術 但我覺得一般人會有這樣的期待 其實在面對美感經驗這件事情上 是把兩個面向 美感經驗的兩個面向混淆在一起談 我想在最後就是透過把這兩個面向稍微釐清 來談談美感經驗它到底擁有的是 一種什麼樣子的特性 我想從美感經驗它作為一種主動的經驗 跟作為一種被動的經驗這兩個面向來談 那這兩個面向其實也就是一般人最常被混淆在一起談的部分 我提的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它是來自一個人類學家的觀點 這個人類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美感經驗 一位人類學家眼中的視覺藝術 這個人類學家他叫做賈克馬奎 他在他這本書的第14章 他談了他所認定美感經驗所具有的一種特質 這種特質叫做無我的特質 就是selfless的一種特質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 到底什麼是人類的美感經驗 又或者是說一種更寬泛的感性經驗的話 它確實涉及一種很特別的感知形態 可是這個感知形態 基本上可以區分成兩個面向來看 也就是說第一個 它其實並不是一種全然的認知狀態 它不是完全的認知狀態 它不是一種知識論上的面向 但是它同時也不是一種完全的情緒 或者是完全的感性 它也不是一種單純感覺上的感逆 它其實是這兩個面向的混合 所以當我們在藝術的領域裡頭要討論美感經驗 尤其是當我們要討論新的美感經驗 也就是它不是一個舊的美感經驗 不是一個你已經擁有過的 在你的記憶中 或者是在你過去的學習當中 所擁有的美感經驗 而是一種新的經驗的時候 你其實特別需要注意到 美感經驗有這兩個面向 就是它既不是純粹的認知 但它也不是純粹的情緒 尤其是在視覺藝術領域裡頭 尤其是如此 當我們面對新的美感經驗的時候 它一定是這兩個面向的混合 而且這兩個面向的混合 所形成的那種無我的經驗 就我剛剛前面說的 selfless的經驗的時候 它其實還跟另外一個關鍵字很有關係 也就是contemplation 就是靜觀 contemplation這個字有點難翻譯 它是一種初神的看 忘我的看 這比較接近剛才馬魁所說的 那個無我的那個狀態 忘我的看 可是它到底是一種 什麼樣子的看呢 我想可以從我們回想 我們一般人的那個認知狀態 跟那個專注力的角度來分析 譬如說 一般人 我們人的知覺狀態是這樣 我們人的專注力 其實在平常日常生活當中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分心的 我們的感知其實是觸及到 我們的所有聽覺 嗅覺 味覺 視覺 各個面向的所有的這個 能夠感受到的這個範圍的細節裡頭去的 但是其實是一個非常分心的狀態 我們起床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滑一滑手機 可能會上一下網 又或者想著等一下要吃什麼早餐 我們的思想其實是不斷跳躍著 在各個感知的面向來來回回跳躍 從一個細節到另外一個細節 不斷的跳躍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知覺狀態 它其實並不是處在一個專注的狀態裡頭 我們的經驗其實是混雜的 是分散的 是破碎的 但從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會從分心到專注呢 譬如說我接下來要開始工作了 又或者是我接下來開始要 這個學習要讀書了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 我要把試著把我的專注力集中起來 我試著把我的某些這個感知裡頭的 其他不必要的訊息排除出去 然後把我的知覺專注到我眼前的這個對象上 比如說眼前的書本 又或者是我現在即將要看一部電影了 這個我不想被打擾 所以我把我的手機關掉 因為我即將要進入兩個小時的這個非常 希望非常專注的享受眼前的這兩個小時的電影的經驗 所以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起來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所採取的是一種特定的專注 是一種special的concentration 是一種特定的專注的模式 也就是它是一種可以透過學習 透過不斷的掌握某種感知模式 而進入到的一種專注狀態 這是馬虧所說 這是一種可以透過主動的調整 而進入的一種專注狀態 但是馬虧所說 人還有另外一種專注的狀態 它其實並不是透過主動的方式來進入 它其實是透過被動的方式進入 這是一種全面性的專注 這個原文叫做comprehensive concentration 什麼叫做全面性的專注呢 這個打個比方 譬如說 也許各位或多或少都會有 譬如說在湯陀大雨的這個午後 開車又或者是騎車的經驗 又或者是在這個燈光非常昏暗的夜晚 開車或者是騎車的經驗 尤其在這種開車的經驗裡頭 或者騎車的經驗裡頭 你知道你現在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 必須要把注意力專注起來的狀態 譬如說因為這個湯陀大雨 所以這個雨刷即使拚命的搖啊搖 但是那個車窗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你的視線只有兩公尺三公尺的距離 你如果不把注意力專注起來 你其實幾乎完完全全沒有辦法開車 又或者是幾乎完完全沒有辦法騎車 所以這個時候你被迫進入到一種專注的狀態 因為你知道你必須把你的所有的知覺 感知的能力都灌注到當下的這一刻 這個令你覺得稍稍有點危機意識 甚至有點感受到這個環境所帶來的威脅 你如果不專注的話 你非常有可能車子會打滑 又或者是撞到旁邊的電線桿 所以你必須專注在這一刻 那馬葵他說這就是一種全面性的專注 這是一種被動的專注 好 所以我想從這兩個面向 也就是主動的專注 就是特定的專注跟全面性的專注 這兩個面向來談美感經驗 所以到底什麼是美感經驗呢 某個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感經驗也具有這兩種面向 就是它有主動跟被動這兩個面向 主動的部分指的就是比較跟我們剛才聊神之拿這部漫畫 有關的那一種專注 也就是它確實是一種需要把心智調整到某種特定的狀態 完完全全集中在你眼前的這個感知的對象 以及這個對象所有可感的形式上 而且僅僅聚焦在這個形式上的一種自覺模式 美感經驗確實是在這一種自覺模式裡頭所誕生的經驗 所以在這種狀態 尤其是在視覺藝術裡頭 這一種自覺狀態會使得人 他不會把他的注意力 游離到這個感知形式之外 他會僅僅聚焦在這個對象物 他就只是看或就只是聽 如果你還記得我剛剛前面提 這個沙寶的救贖 那一段莫扎特的音樂的話 其實在那一刻 摩根費里曼說那一刻 所有監獄的人都驚呆了 他都被這個美妙的歌聲所震驚 那一刻大家都忘了手邊的工作 而聚焦在眼前所聽到的這一段音樂 我身上那就是一個OK 完完全全把注意力聚焦在那個音樂的形式 那個可感的形式上 而忽略了其他的面向 忘記了手邊的工作 那段歌聲到底在唱什麼內容 也許也都不重要 就完完全全聚焦在那個形式上 在那個當下獲得的確實就是一種純粹的美感經驗 而在這個當下我們的知覺模式是一個無比清晰的知覺模式 完完全全聚焦在這個對象上 而不是從過去的記憶 又或者是你過去所擁有的那個知識的資料庫 來判斷眼前的這個東西 所以某個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感經驗所造喚的那一種靜觀 那個aesthetic contemplation 它就是一種全然專注 直到不再那麼掛心你的本我 你的那個self 而讓這個self逐漸的削弱 甚至消退 完完全全聚焦在感知對象上的一種無關乎厲害的經驗 一種disinterest的經驗 那在視覺藝術的領域裡頭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一種知覺方式 這個知覺方式要求我們把心智騰出一些空間 容納眼前的這個新事物 那這是一種主動的無我經驗 好可是在藝術裡頭 還有另外一個層次其實是被動的無我經驗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這個我們會獲得被動的無我的這種美感經驗呢 我們會說這種經驗它通常來自於一種相遇式的經驗 也就是藝術作品在這裡頭它作為一個混沌的 你在與它相遇與它碰撞之前 你完完全全無法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東西 它作為一個未知之物出現在你面前 迫使你在感知它面對它的這個當下 你必須重新調整你的所有感官的方式 你必須重新調整你過去既有習慣的面對藝術作品的方式 甚至迫使你拋棄你過去曾經所擁有的相應的知識 來好好的面對眼前的這個當下 那在這一刻的時候 藝術作品提供的其實是一種被迫的 一種被動的無我經驗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藝術作品它成為了一個不可思考之物 或者是迫使思考之物 但是那個思考並不是一個知識上的思考 而是純粹是一個讓你意識到 在這一刻你過去所學習的 所擁有的既定的那些感知方式 通通都不適用了又或者通通都過世了 眼前的這個新的事物 混沌的事物它要求你調整你自己 唯有你調整你自己 你才有可能嘗試掌握到它 所以藝術作品所提供的這種被動的無我經驗 它是一種相遇式經驗 因為它會把觀眾帶到一個混沌的未知的狀態裡頭 那在這個不可思考之物面前 我們重新獲得了一個新的 對於藝術作品的感知模式的領會 又或者是獲得了一段 可能需要在事後才有辦法稍稍整理 稍稍揣想 剛才那一刻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為什麼剛才的那一刻我無話可說 沒有任何的適當的致詞 能夠描繪我所擁有的剛才的那一段經驗 好 我的演講其實幾乎到了這個終點 我想在最後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所以如果從我剛才最後講的這一個 被動的無我經驗出發的話 某程度上我們可以幫藝術家 到底藝術家所為何是這件事情 下一個很簡短的定義 好就是到底藝術家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如果從美感經驗的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可以說藝術家他從事的其實就是 試著去創造那個最特異的 最沒有辦法用既有的感知經驗 來界定的那一種新的 新的美感經驗 這樣子的一種探索工作 因為藝術家在做的事情 是把感覺最特異的那個面向 最無法用過去既有的知覺模式 來分類來掌握的那一種經驗 留存在藝術作品的人 也因此一個好的藝術家 他可以讓自己的創作成為一個不可思考之物 或者被迫思考之物 那麼他就可以透過這個不可以歸類的經驗 這個最為鮮明 最為顯眼的一種感性的坐標 留在這個世界上 那能夠做到這樣子一件事情的人 也就是提供這樣子的一種感性坐標的人 某個程度上我們就可以說 他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 值得我們好好欣賞的一位藝術家 OK 好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